接下來要開始離心 我們實驗室呢 我們使用的是這一款的離心機 我們按照手冊 第一個我們先設定它的轉速 我們習慣用重力加速度單位 RCF 把它調到1700 各實驗室的離心機操作方式不一樣 一定要問過實驗室的熟悉的人 或者參考手冊之後才能進行 好那我們就1700 再來設時間 根據使用手冊是設定10分鐘 我們就把它設定到10分鐘 然後設定好時間之後 就不要動它 打開蓋子 我們把我們的樣品 剛才已經平衡好的樣品 把它放進去 放的時候請記得一定要對稱放 對稱放 不然的話各位看過洗衣機不平衡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會撞壞洗衣機 沒錯 好那就 確定 我們再檢查一下轉速 1700個重力加速度 時間10分鐘 一切蓋好沒問題 我們就讓它開始啟動 我們現在看到轉速慢慢的上升 應該開始十分鐘 所以開始加速當中 谢谢大家